大家好我是丁丁 那這部影片我們接著要來介紹 本次更新海量的禮包啦 那這個禮包啊因為相當多 所以我快速的幫大家計算一下CP值啊 這次改版剛好遇到的幻月啊 雙重初級 這個禮包肯定是殺好殺滿 我們直接看本次禮包的大版包 第一個當節限定特殊組合包 這個包啊就是每個帳號可以買四個 單價是2 9 9 0 內容物有張傑的神秘抽卡包選擇箱10箱 張傑硬幣選擇箱10箱 以及張傑技能卡包箱 還有張傑紀念硬幣 那這個張傑的硬幣可以兌換成硬幣選擇箱 兩個可以兌換成一個祝福的金弓屬性卷軸選擇箱 然後四個可以機率製作 督完熊母或瓦卡 那這個瓦卡基本上我會想做 但是機率值還是以20%以上我來考量 如果他低於20%的話我就選擇不做他啦 好這個箱大家就請參閱啦 接下來看第二個 馬勒帕的改版組合包 然後馬勒帕的改版組合包呢 就是所謂的改版必出的成長包 分別有一般裝備以及成長藥水 重點在於這個成長藥水 如果你要練分身的話必買1200% 好我們看第三個 繁星閃耀的成長箱 這個就是我們要計算的CP值箱啦 首先第一個 他是給繁星閃耀的成長箱守護石 1000鑽單價 每個張要買8次 裡面一個給8克守護石 好我們來計算一下 守護石一個是兩張祝福卷軸 8個就是16張 那我們計算一下目前守護石的單價 16張單價我們算90鑽一張 總共是1440鑽等於說一包讓你省440鑽 8包總共省3520鑽 CP值還是有的 買不買看個人 如果你能夠自己殘捲的話 這包大可不用買啦 好接下來往下看 繁星閃耀的成長箱祝福聖水 那這個聖水一罐是大約3000鑽的價值 三罐就是9000鑽 那我們直接算吧 1000藍鑽換9000鑽 每一箱賺8000鑽 8000鑽乘以8箱就是64000鑽 這個我應該不用特別打字 但是 聖水的東西就是你有滿圈需求的人才會買 如果你本身沒有慾望 或是沒有執著要滿圈的人 這個包就可以直接pass跳過 像我是一定會買的 因為我有要滿圈的需求 再往下看 繁星閃耀的成長箱純白萬能藥 1000鑽一樣是買8次 每一箱是40個純白萬能藥 這個我覺得可以買 因為這一次啊 改版之後有新增的那個減免傷害 三個系統的上線提升 原本70罐 你還在網上吃到100罐 應該會有很多人是缺純白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可以買下來放 然後下一個 繁星閃耀的成長箱 屬性金弓 那這個東西它每一箱是2000鑽 總共可以買4次 然後每一箱裡面給你8張屬性卷軸 那這個我們一樣簡單粗暴的計算一下 一個金光卷軸需要10個屬性石去製作 那我們就不算其他住卷的材料 我們直接算屬性石本身的價格吧 一張卷軸是10個屬性石 一顆我們算80鑽 所以每一張卷軸是800鑽 住卷軸已經不算了 所以8箱800鑽是6400鑽 基本上是可以賺 因為一箱就給你6400鑽的價值 你只要花2000鑽 每一箱是近賺4400鑽 所以這個如果你需要金光卷軸洗裝備的人 是可以買的 但是 但是 貢獻之島是職業區分的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有自產自銷的能力 你不需要特別去買這個來提升 因為畢竟洗卷軸嘛 看臉的 你自己慢慢打慢慢洗 也是可以強化到你喜歡的地步 所以我覺得這個禮包是非必要購買 裡面真的要買的頂多就是純白跟舒服勝水 這兩個是我會買的 另外兩包我就 再觀望一下 好我們看第三個 西域的名譽組合包 這個就是新更新的西域包啦 他現在改成名譽幣購買 這個我們到時候直播上再來介紹 往下看 伊娃的閃亮補給箱看一下 這是重生服在用的 所以直接槓掉 重生服不管他 伊斯蒂的神聖箱 這個 2990重生服直接槓掉 再看下一個 拉拉的神秘箱 300台幣 直接給你一個神秘的卡包 屬性捲軸變更捲 高級粉末3000個 好這個我應該就之前會有固定買的 因為我要高級舒服粉末嘛 所以這個禮包就是每日必買的台幣包 好我們看下一個 格力特的高貴箱 這個應該是可怕的 每月娃娃箱啦 因為他每月1號會更新 所以31號他微貨更新完 很陰險啊 31號更新完隔一天再刷新一次 你要買兩輪啊 那這裡面重點在於 他這個格力特娃娃卡槍 可以獲得稀有的藍卡 哪些呢 海洋哈維 黃金安迪斯 老虎 騎士帕克 還有曼波兔 那我裡面只缺騎士帕克跟老虎 這個箱子基本上我是pass的 為什麼呢 因為之後會出一個 寶寶幣兌換西友蘭卡的活動 120萬可以換一張 所以這個卡箱我就跳過了 因為我已經準備好 可以換到騎士帕克跟老虎的寶寶幣 這個箱直接 省肉賺不到我的錢 然後看下一個 因納列德商人的神秘交易品 看一下這內容就是 300台幣可以換到這個 合成點數箱啊 這個我直接pass 往下看 馬勒帕的補給箱 第一個 裡面給的是 最高級卡包選擇箱一箱 最高級變身卡挑選抽卡包 歐靈痕跡 以及硬幣選擇箱三箱 跟馬勒帕的平陣 好我講一下 這個2000鑽 每個賬買88的東西就是跟上一檔一樣 那個夢念之島機率加倍 本次就是改為歐靈痕跡機率加倍 你可以高機率的獲得 歐靈副本的四大長老就是四色啦 那往上看一下 這個平陣本身可以換的是最高級卡包 硬幣高級粉末 儲新進攻卷軸 以及保底製作的名譽幣 那我個人認為 做名譽幣是在裡面最CP值最高的 因為這個版本你們應該會消耗大量的名譽幣 把它補回來吧 為了下一個版本做準備 好這一包可買 因為機率加倍 好再看下一個 葛琳的保護袋 150台幣 換到這個硬幣 雙硬幣1萬 然後葛琳製作的兩百個 這個可以買 因為他給的CP值是很高的 再看下一個 麥爾的閃亮補給箱 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次一般服的 聖水包啦 我一定會買的啦 因為每日買我要補滿圈 每天必買890 再看最後一個 反王可恩的高貴箱組合包 這個應該就是2990的每月變身包 沒錯 變身包一樣很陰險 你31號維護後刷新兩箱 隔一天換月再刷新兩箱 殺好殺滿 那我只缺這個潘朵拉 究竟要不要買呢 我再思考一下 應該是不會買啦 好我們這次的這個禮包 這邊就看完了 最後還有哪邊呢 你們以為結束了嗎 錯了 還有一個叫做蓋亞之石組合袋 就是本次換檔的內容啦 上一檔叫做成長藥水 這檔叫做聖物袋 那這個蓋亞之石袋子啊 他每一個是給你22個袋子的禮包 然後裡面還會給你一個 最高級卡包選擇箱一個 硬幣箱三箱以及蓋亞的憑證 我們直接來看那個憑證能幹嘛 憑證可以換取卡包 低率製作英雄卡選擇箱 以及保底製作英雄卡選擇箱 好那基本上這個 我應該是不會做這些東西啦 因為下面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篩收藏品 它裡面四個憑證 可以篩一個 利米4加3的收藏品 這個憑證可以篩一個 經驗值5%防禦1的收藏品 時間是到7月26號 兩個月 所以我會篩這個東西 上面都是太機率了 所以我不篩 直接篩這個 然後再來剩下底下的機率製作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重點 本週的那個製作有機會失敗的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邊應該都是所謂的週間製作 那個6月3號的禮拜六 就是週末製作的限定製作 再往下看 第一週開放的限定製作 為信念之塔傳送服一二樓 這個是關鍵物資 如果你有預算的人 記得做好做滿 因為這個信任之服 得福者得天下 這邊給你們參考一下 好這就是本次的所有禮包內容啦 那如果對於這個禮包有疑慮的話 也歡迎你們去官網 或是到時候你們去看看你們的荷包 到底該不該買 理性消費 千萬不要花過頭啦 我是丁丁 我們直播上再見囉 大家掰掰